广告的时候有朋友就打电话过来了 有位林先生他就想说 他是拿EDD的这种情况 那么他想请问说拿EDD的这种人 应该怎么样去申请加州健保呢 对因为如果你 我们知道很多人在COVID这段时间里面失业了 所以很多人拿到EDD 那如果你去年拿到EDD 或者你今年打到EDD的话 你的保费从7月份左右 可以开始看到你买的保费都是一块钱一个月 所以不管你EDD拿到多少钱 你的保费都是一块钱一个月 但是这个我们会有更多的 7月份开始我们会有更多的消息 不管EDD拿到多少钱 也就是说我哪怕EDD拿到的钱 超过了我们去计算 拿到这个补助的上限 比如我一个月都拿五六千了 或者是四五千了 我都还是一块钱的保费 对对对对于这些人他们的保费是一块钱一个月 那也就是说是Cover California专门为这个失业 拿失业救济金的这些朋友做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福利了 对对 好的好那么如果是您是拿这个EDD的朋友 可能这个时候真的是要通过这个18003771944 18003771944的这个热线电话 我赶快打电话过去询问一下 可能你的保费 就说你在没有工作或者失去工作的情况下 你的保费真的是不仅不涨 而且完全滴到让你无法想象的这个效果上面去 一块钱 所以也是请大家拨打我们的Cover California的中文专线 18003771944